好 刚刚讲完真度 接着来讲剑度 那剑度顾名思义 我们前面在讲丁江他们有时候介绍过 他主要是用什么呢 离子轰击 离子轰击 把材料液把原子给撞出来 原子从表面脱离出来 变成小分子 然后就变成蒸气化 把它蒸气化出来 然后再把它挥发到精油表面 那一般而言呢 剑度就需要有垫漿了 这垫漿主要是靠的是雅垫漿 因为垫漿是剁性机体 然后原子虚有比较大 所以它会有比较强的物理負质效果 所以呢 把台这边加副电位 雅垫漿 正电二 这里有副电位 就会吸引到撞出来的因子就攻击把柴 把把柴里面的原子撞出来 撞出来之后呢 接着就会落到哪里了 落到精油表面来 所以攻击把柴 把柴的材料撞出来之后 经过电浆跑到精油表面 好 变成这样子 那因为你把柴撞出来之后 撞出来的成分会经过电浆落在精油表面 所以如果你可以讲电浆里面呢 你可能在拆一些通一些氮气的话 或是氨气的话 那还会有一个效果 叫做氮化的效果 就是 比如说金属把是TI 你撞TI 或者是纯的雅垫漿 把TI撞出来 沉住到精油表面就是TI 可是如果说 你这里面还有氮气 或是氨气 塞化 它就用氮气的RAIN 那你在撞把柴 阿刚刚撞到把柴把柴撞出来 经过电浆之后 它只能碰到自由基 碰到氮的自由基 那可能就变成什么呢 氮化炭 再落到那边 那就变成金属氮化炭 所以有时候呢 有时候在沉寂氮化炭 它用的柴柴 可以是氮化炭 也可以是纯的柴 靠什么呢 靠电价的氮化效果就可以了 那这个氮化它就变成什么呢 沉寂的材料 跟柴柴柴材料 有点感植的效果 感植 就是你的本质有变化 这地方是可以操作的 换个角度讲 如果这里的柴柴是炭 但是你通的里面的气体 除了氧气之外 如果你通的是不是氮气 你通的如果是氧气呢 如果这里通的是氧气 会有氧电量 会有氧的RAIN 你撞出氦之后呢 太速度的店家 碰到氧的自由气 就会变成氧化炭 在氧气道里面 还会变成氧化炭 就会变成绝成 所以呢 Spark 箭渡 渡出来什么火火 不只是取决于你的把柴 它是取决于你通的氢 如果你的氢 里面含氧的成分 它就会有氧的自由气 就会氧化 有氧就会氧化炭 有氧就会氧化炭 就会氧化炭 那这部分是可以拿来调解 你的薄膜的成分 那Spark呢 还可以用磁空式来控制 控制你的移植容器 因为氧电一直在移植 你就会受到磁场影响 会受到磁场影响 所以呢 会有磁空的进度系统 就是利用磁场去控制 使得有磁场的地方呢 会局部的怎样呢 将你的离子 轻松在这里 将电章全部集中在 有磁点的地方 或者快乐讲究一下 有磁场的地方呢 这边的电章密度会比较高 因为前面讲过吗 磁场可以增强电章密度 因为它可以让电子螺旋运动 产生更多的电章 所以有磁场的电章 虽然把柴在整块 但是我这里放磁面的话 我这里会电章比较强 那这里的轰击有较多 那等到这里有把柴 轰击这奥陷下去之后呢 我可以再把磁场 磁铁场放到这边弯 然后再把台北达到的地方 给你打一打 好 就等于是 控制你轰击的地方 你轰击的位置 你可以藉由磁铁来改变它 那存物与轰击的把柴 就是存案了大柴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建议这个把柴是一个合金材料 是一个合金材料 那我们在撞出来的时候呢 它原本是什么合金 我撞出来了 撞出来了 撞出来了 是因为我刚好把这两个合金 这AE原子同时撞开来 否则我撞出来 就会是AE超过的快 因为它就是快 都不能撞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布上去的成分 会给你把柴的成分 金属比呢 基本上会差不多 金属基本上会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个特殊的把柴 它是合金 你想要让这个合金 化学成分 几乎一模一样的成分到表面来 你就是用纯阿亭的物理硬级 那撞出来了 就比较会是你原来的 原来的成分材 好 但是用热震度就不可以了 空气配组 比如说AE分子 撞出来 直接把AE分子撞出来 然后整理到表面的时候 就重量是AE分子 那这样的话 你的化学成分就保持住了 可是蒸度不行 蒸度是热融解 热融解之后 它会挥挖上来 不同的元素 它的蒸气压不一样 所谓蒸气压 不能代表什么呢 同一个气压下 它们的浓度半分比是不同的 所以实际上 你合金可能是1比1 可是蒸气可能不是1比1 那最后塑上去的 反应率就不会是1比1了 所以如果你的 你使用的是合金 或是多种元素的化露 你想要成绩上去的化学百公里 或是化学成分比例 要不变的话 你就要使用单纯的建筑 你不可以用蒸度 因为蒸度的话 会因为蒸气压 不怎么元素蒸降 其实是合金 但是它的浓度 还会有一个不一样 化学的气量都会不同 这个地方 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未来各位很有机会 使用这些气压 那这只是一个机台的式的实际图 你能看到 一个机台怎么大 要清醒的时候 人还要怕 他旁边跑回去 很麻烦 很危险 手放起来突然间掉下来 手会痛痛 最近希望你把手夹到 小心手会夹到 好 感觉是什么 这什么天啊 就起来 我很怕 好 好 好 那再来就是什么呢 整个Spark里面呢 还会有所谓储气装置 所谓储气装置 就是这样的 加热 让金油表面 在室温下 无层次 无层次指无层 不代表无湿啊 里面还是有湿度的 只是湿度有层次而已 好 那加热是什么 表面的一些残存的气体 或湿气呢 给它蒸发掉 蒸发掉 所以呢 所以又来了 所以金油表面呢 要干净 所以任何水气呢 你先金油先加热 所以有些是扒的 它放进的地方 是可以加热的 它可以让表面 有任何的水气 或者是任何的 杂质气体 全部都先可以挥发 那再来呢 金属沉积前 要想 金属的发展放在静态里面 放久了 放久了 因为它表面也会氧化 比如说我要用碳 可是碳也很久年多了 金属太发炎了 它如果是 它如果是一直保持 震风状态下来的话 那金属表面也可能会氧化掉 所以变成怎样呢 把材料打之前呢 都会有所谓的运度 什么叫运度呢 把表面的原生氧化成 给冲击掉 露出你真正要求的材料 比如说这样子 金属把材放久了 或者是任何材料放久了 表面都会氧化 表面氧化之后呢 这个氧化不是你要的 那怎么办呢 我先用电压轰起 把表面这个材料给氧化掉 那剩下性的材料呢 我才把原件放进来 或者是原件放进来 我先用一根遮摆 跟它热震度一样的机制 我有个机械挡板放在这边 然后我轰起的时候 轰出这些原生氧化成 轰出来之后呢 它震度到的地方 就是我的机械挡板 等我轰一段时间 表面这些东西轰击掉之后呢 后面确定轰出来的是 我想要录的金属 那我再把这个挡板呢 离开 那么 后面金属镀出来之后 就会增进到晶圆表面缺 好 讲完PVD之后呢 来 第一个讲PVD的就是Ti Ti 就是用来降低接触电阻 而且呢 PVD的话 它的阻值会 我们需要降低 因为Ti要来挡过附阻力 但是如果是传统的PVD的话呢 它的填充能力不好 如果是要使用PVD来做 或是帮人来做这种孔洞 就是那个Pribe 帝尔 那个身材力大的时候 它的测力要用Ti 的话就要特别的设计 后面会讲到 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就希望要有这种准直系系统 可以让金属原子分子要垂直方向移动 才能够填充到深 那种宅小的接触窗 但是 因为你要做测定的接触 你的成绩速率很快 那这个系统长怎么样呢 长这样子 基本上 SPA的便将把材打之后呢 这个 打上去一种把材的碎片 或是说 打材的 打出来的那个 什么呢 小分子 小分子撞出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小分子撞出来 是Random的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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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出来就迟直的 然后Random的跑 可是呢 我想要填空这个 我想要填这个空气 我想要空气的底部跟侧臂 都要有的话 我必须要让它迟直的跑 它才能够填空下 如果它能够跑 乱跑乱跑乱跑 很容易接近覆盖不好 马上就把这个洞给封起来 所以是要透过什么呢 准直器 准直器就是有给它很多的 很多的 这叫什么呢 一排一排的系统 一排一排的金属板板 使得气体 打撞出来的小分子呢 它以为是在乱跑 可是呢 受到这个准直器的效果呢 它最后只有这个方向 在直直方向的粒子 可以很顺利的跑出来 上下 而乱跑了呢 就会直接沉溺在这上面 沉溺在这上面 沉溺在这上面 因为一旦它跑上去 就沉溺上去 跑上就沉溺上去了 那不会达到这个颗板 就代表它的角度是比较直的 那比较直的才有机会 怎样呢 填到这个洞里面 跟填到这个洞里面 跟填到这个洞里面 可是这样的话又会怎样呢 势必会浪费很多的方向 因为你把它撞出来 十四年八幅倒 但是你一直接受 垂直方向都会过来 非垂直方向的全部都会这样的 沉溺在这个准直器上面 所以它的沉溺数据当然就慢 大好处是什么呢 只有这个洞里面没有碰到 所以只要这个开口是90度 它只要有A一点点角度 既有A一点点角度 也都可以沉溺的到 它侧面也都可以沉溺的到 但是很好 这一层很好 这层就会很好 所以先被讲的 如果只是拿来当附着层的话 TI可以这样子做 TI附着完之后呢 TIN 因为它量不较晃 它就要比较晃 那TIN就会是有CEN TIN TIN用PPT沉溺完了 它只要很高 因为它只是拿来当附着层而已 那TIN的主掌层呢 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CENID 当然你还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的PPT 做TIN也是可以 但是缺点就是先被讲的 买 买 而且呢 很浪费材料 如果你有时间有钱 你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办法理事的都是怎样呢 在可接受的条件下 我们最省钱最快的方法做出来 而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最好的方法 可能CP值不高 好不要忘了 商业就是要赚钱 不会赚钱的自成 公司不会推的 好 这样Post time 好 那淡化泰呢 跟刚刚也是一样的 好 好 淡化泰的做法跟刚刚一样 不同的是什么呢 它所谓的反应式建筑制程 什么叫反应式建筑制程呢 就是刚刚讲的 你的氧气里面呢 才通一点氮的自由性 还通些氮气或是氮气进去 产生自由性之后呢 建筑出来的TIN 就会跟氮产生反应平的DIN 然后再沉积到前表面 所以这种 只要通用氮气或氧气 使得你装出来的材料呢 会经过化学自由性的反应 那这种SPAG就称作为 你把氧气建筑 因为Acting的SPAG 因为你有让它产生大的反应 代表说你要买这些材料 你不是原材料是从本身的 还包含了电降的自由性 跟它产生化学反应 要么就淡化 要么就氧化 要么就佛化 不外乎这几种 不外乎这几种 所以蛋的自由性 在冲的时候 太能打财呢 也会 产生反应的接下来突破 所以SPAG偏打 不只是撞出来 然后反应 连把海放在那边 只要带着自由性跑出来 它也会很好啊 因为带着自由性 是不带电荷的 它会到处扩散 所以连把海表面也会来 所以变成 刚刚讲过 这里的电降面 只要有蛋 带着自由性会到处跑 所以不只是撞出来的 它是压把材 通过带着自由性 然后变成蛋化碳 这个蛋也会跑到 把材表面 让把材表面也会形成 变成蛋化碳 自由性是会到处破材 因为自由性在内 所以把材表面呢 也会形成蛋化碳 所以蛋的自由性 也会跟太能把材表面反应 让表面也变成蛋化碳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算把氮气关掉了 短时间再撞出来了 还是蛋化碳 必须把蛋化碳都撞完了 就会露出干净的材表面 这时候在日常 渡了才会是炭 所以呢 这时候你直接使用一个SPA 它是 炭的霸材 可是你直接打炭 就空 封出来会是炭 不见得喔 如果前一个人渡的是有炭氮气的话 你一看也突出来了 就是蛋化碳 所以这时候又是前面讲的 你要一度一阵的时间 就把它轰几个时间 把表面的东西都轰满之后 露出纯粹金属表面 你要的金属表面 才是你要做的东西 好 所以 PVD 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太 讲的蛋化碳 还讲了最前面的震度的用铝 那现在来讲就是铝图的PVD 铝图的PVD 基本上呢 只要是受震攻 他们希望震攻度越低越好 那叫做高震攻度低气压越好 因为越纯 代表杂质越少 杂质越少 那 铝前有讲过 铝可以用热震度的 那也可以用剑度的 但是如果是要震度的 你没有办法掺 你很难掺 那PVD的话 用剑度的话 就有机会把口掺进去 标准的铝制成200度 是需要较高的 这些用管啊 你知道知道 一般啊 铝早期都是用震度了 剑度是后期才出来的 但是铝用剑度的话 有点杀心有没有做到 所以必须是铝铝的话 才要适合 因为前面讲的铝合金 用震度很难 因为铝跟铜 他们的 那个熔点不同 熔点差 所以没有办法一起融化 不会一起融化 好 但如果是18合的话 你会看到 拍下这里的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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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 那个熔融在一起 然后变成铝合金 然后呢 铝合金一定要用剑度的 因为前面讲过 铝跟铝的熔点 如果你要热震度的方法的话 铝的成分会陷入铁腰 那铝的成分会陷入铁腰 铝可能还不会 所以一开始打出来的真气 可能是铝的真气 而不是铝铜真气 所以呢 绝对不怪要用震度 他会用剑度 因为这个才可以把铝合金 的小分子撞出来 撞出来 所以铝铜合金 一定要用剑度 不会用震度 再来 震度除了 融点混合 它一个很大的 蒸气压也很好 所以百分比 你合金的百分比 一旦变成蒸气之后 你的百分比又会改变掉 又会改变掉 所以热震度有很多的缺点 热震度有很多缺点 除非是大单一成分的东西 否则只要是混合物 基本上化学百分比会改变 甚至连熔片都不一样 能处成的缺乏 它一开始整化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缺乏 好 那接着我们来介绍 红的制造化 前面的画有一个是什么呢 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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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始要沉積之前呢 就要先把卷疹封好 為什麼我們用吸煙 吸煙這個金屬呢 可以阻止銅的過散 所以呢 吸煙金屬先沉積 沉積完之後呢 再用銅 薄薄的銅的縱紫層 最後再去電鍍銅 再用吸液電鍍銅 把銅整個電鍍上去沉積滿 或者時間使用吸煙音也可以 所以需要先有TA當阻擋層 然後再度紅的腳趾層 然後再度紅的後的層 那後的層可以用吸煙 也可以用電鍍吸煙 電鍍的方法 那沉積完後後的層之後呢 暫時可以用化學機械燕火CMP 把磨平 然後再用一個SIM NITRA 把它封住鋼水器 NITRA是機械鏡一條電鍍水器的材料 那FSG呢是韓國的錫波林 K字叫DR LOK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LOK 在新一張原型發布的LOK 好 那銅製成也壓到疫情期 是什麼呢 因為銅也會氧化 銅也很容易氧化層氧化 所以要度銅之前呢 要需要按檔建築 把銅裕燕的原生氧化層 跟其他的產物 空氣掉 空氣掉 空氣掉之後 露出唇的孔之後呢 再使用什麼呢 再使 這邊是怎樣 反應式浴氫型 它的浴氫型表面 所以一開始用氧 用氧可以直接把什麼呢 直接把銅表面的原生氧化層 跟其他清水雜質可以空氣掉 也可以用什麼呢 反應式的浴氫型 就是通過氫跟氦的變氧 產生氫的自由氫 氫的自由氫呢 可以去跟氧化層反應 還原 還原 是怎樣的 把氧化層裡面的氧跟氫反應 吸出 然後還原頭 這種說法比較麻煩 你還要還原 還還原什麼 變得行就 反應反應 直接要把鋪掉 把石刻掉是最乾淨的做法 還要還原 反應反應不完怎麼辦 你可以 你可以那個嗎 他如果有一些人反應不完的 那就會把你露出來的組織比較厚 然後你做出來的景面就比較慢了 誰敢當 所以基本上不太會適合反應 一講話就是塗料 反應是有黃黃內層 起的那也很厚多而已 烘開就沒了 所以基本上都會使用這種 壓 壓箭度 直接把旁邊的原生物塗料 都不是把它反應 因為反應可能會反應乾淨 反應不乾淨 學校合養 比較窮一點 想不想要浪費材料 業界 就是 你至少要能夠沒問題的 一旦 什麼軍事 你是配不了的 好 所以如果有一個反應的話 通勤器大變加 輕的對你 會跟氧化口 反應變成同家 然後再加入 然後被發掉 好 變這樣子 好 百應是清洗 雖然具有什麼優點 它沒有正的優點 我沒有看到它優點 它缺點是什麼呢 因為有同情 好 輕要小心 輕會容易爆 輕會什麼的輕爆 我們幫它 形式一種明顯的爆炸性 好 請問講過 要使用銅 就要有阻擋層 那阻擋層的要求 就是 第一要能夠好的阻擋層的擴散 第二要很好的附著力 好 那什麼東西可以來當 銅的阻擋層呢 金層面子比較低 有好的底層跟側 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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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太速度要搭WF60的弗 那用毯只是為了修正擋程而已 只是要擋程而已 它不需要解決到弗的情 所以這時候直接就給它出來用 那銅在庫的時候呢 GIA或者是GATN 你都可以用漸渡 也可以用行李 看你怎麼用 那銅的話呢 基本上會用化學電路板 或者是化學氣象成績也可以 但是目前業界主要裏面都是用電路 因為電路可以在比較低的溫度 拿成績比較厚的摩擦 而且品質又不錯 電路的均勻度很好 就像什麼 車子嘛 車子的外面的烤漆都是用電路上去 很多用電路上去 比噴漆來的很漂亮 好 那 所以 銅呢 主要是靠電路 沉積上去 可是在沉積之前呢 電路要摩擦上去之前 表面需要一個品質很高的什麼呢 沉合點 會有一個很好的種子層 叫做銅的金種層 這層金種層的目的就是 為了後續的電路呢 要給它提供一個漂亮的沉合點 來讓後續大量的銅 產生結晶 然後變成連續浮墨 就需要一個銅的種子層 那銅的種子層呢 基本上靠的也是什麼呢 靠的也是米紙化的金屬變量系統 這邊有特別找到種子層 種子層的層漆 它沒有特別 直接不夠 基本這樣也是用18度 那種子層的 可怕會被燃了 那種類型 這邊是個小的 特別小的地方 没有特别的描述 所以同乐金种成人基本上也是用SBARN的 因为要讲要一个少的品质的补末来当做金种成 让后续的电度才能够品质好 表面要够平坦 组织要够低要够平滑就用SBARN 表面还是用SBARN做 然后接着还是用电度放让整个桶上去 所以后续就来讲它的电度 化学电度法 同乐化学电度法是基础电度是早就在用的 在车厂那边早就在用的 那电化学的优点就是它的规定 因为它是基础 它是清泡到液体里面去做电度 那它的液体里面是什么呢 是硫酸加硫酸孔 主要是硫酸跟硫酸孔在里面 那硫酸孔里面用什么呢 电度就是一个方氧集 一个方氧集 把材跟硫的要度的带负放进去 然后呢让液体里面有的钻酸孔 地里面有的钻酸孔会吸出附着在哪里 附着在基硫表面 可是这里的组组一一 那怎么样呢 你的通道法材就会吸出到鱸鱼里面去 这就是国中临化学讲的 电流会从同质的阳极流到阴极 阳极就是你的把材 铜 阴极就会加你的金月 那电度液里面是硫酸孔 硫酸孔里面这个铜呢 会分解出铜离子 铜离子呢 这边加质面位就是阴极 阴极的话就会让铜呢 会往阴极这边附着 所以铜离子就会往阴极附着 那浓液里面的铜的浓度就会变化 浓度非常非常有关心 阳极的铜因为在吸出铜出来 让硫酸孔里面的铜的浓度 保持维定的状态下 所以变成阳极的铜会吸出到液体里面 而液体里面的铜离子会附负到金元表面 这就叫做电度 它只能在一个化学浓液里面 硫酸加硫酸孔的水浓液里面 进行电度的制裁 铜的制裁 除了有电度之外 也可以使用CPD 那如果是使用CPD的话呢 就会使用这个东西 非常复杂 我们看到 非常复杂 铜 然后四面接氧 然后四面接氧 然后四面接接氨 这叫做HFAC 这个叫做HFAC的东西 然后它有两个 左右各一个 所以是HFAC2 这样子 然后呢一样 这个气体重进去 带出一些氢气 加热 加热之后呢 这个氢气就断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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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跟谁间谍 去跟氢做间谍 氢去跟他们做间谍 产生胃发污的副产物 并且吸出跑出来 这个就辛苦 那这个成本比较贵 这个成本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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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阻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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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又很高大 CPD的成本比较高 你就想想想 电阻是需要什么 只需要有个化学草 涨出完呢 就是稍微 化学容易 东西放进去 通个电就可以了 这个CPD它蛮无管 还要用这个线圈 因为大家加热 还要让铁褐色 气体的原材料比较起来 硬有可以一直用吗 气体噴掉就没有 而且还要怎样呢 还要把摄影的气体 如果没用完气体 要把它燃烧 这种孤独的内气再燃掉 比较浪费 硬就可以一直泡一直泡 因为硫酸黄的水 容易一点 层高速度变少了 把三个罐子再吸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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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泡了 用买那些泡 一直可以用 直到哪一杯你觉得 它大部分你再 换到它就好 而且化学容易 比较便宜 化学容易比较便宜 买气体还是更贵 所以你看 如果你使用的是CDE CDE的话 温度就要3.5到4.5 它如果是水溶液呢 不到100度 甚至室温都可以做 只是速度快的慢而已 跟我过的品质的好坏 电度基本上 它是水溶液支撑 所以它的温度 基本上都不会超过100度 但是如果是CDE 就要保温3.5到4.5度 是10度型 这样子 那 它的品科者 室温的时候是低碳 所以你要用的话 你就必须要加热 把它变成气碳 再吞进去 然后才能够撑起 那如果在比较低的温度下 去做它的话 也是可以用到品质 然后呢 呃 就会这样 比较低的话 比较低的温度 它也可以自己分解 自己分解 变成功 可是它也是要 大约200度左右 但是前面讲过嘛 买这个肥克色比较贵 买一个 买个纯的图 它有品银 你要买图的画合物 还要这点细 把它先画得起来 会比较贵 比较腰杠 比较腰杠 好 以上就是金属化制程 所以从整个来讲 好 金属化制程 里面可以看到 我刚刚在教练的大雕 整个金属化制程当中 Molstrate 只要前段制程做完 Molstrate的frontend 我们称之为frontend 前段 frontend制程做完之后 然后再讲金属化 金属化 金属化什么制程 就称之为后段制程 backend 就称之为后段制程 backend 而backend 现在呢 就先从什么呢 施力塞开始 施力塞来之后呢 接着就是怎样呢 就是prog制程 而prog制程需要什么 需要 tai跟蛋挖杠 puff puff 的器 因为puff 所以需要有阻挡杠 跟附缩杠 那prog 形成完之后呢 一样用tai跟蛋挖杠 把它包住之后 开始后续的金属 而后续的金属 续追求的是什么 这时候 乌胜珠是因为什么呢 他要求是 空隙的填充能力 而不选择其他材料是为了填充game 要有好的填充能力 所以他胜过头 但是后续不需要很好的填充能力呢 就开始使用头 铜到好处是什么 变足低 但是他的缺点就会破绽 但是他又很会破绽 所以为了阻挡他 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塔 或者是带化塔 去把它挡住 挡住才可以使用头 所以你会看到 后段制程当中呢 TI TIN 跟TI TIN 可以使用PPD 但是就使用那种 我刚刚讲 不要很多折斑线性流的PPD材而已 而O呢 会使用的是CPD 那你有一般的能力CPD 你也可以使用MOCPD 也可以使用PECPD 那它用的性能量主要是W0 这个性能 那同个化学的时候 化学变度 叫做什么 ECD 是不是 ECD 看一下 ELECTROCHEMICAL 电化学变度 电化学变度方 化学变度方 走出来 那如果是PPD的话 就要寻找什么 准值式 准值式的Spot 准值式的Spot 准值式Spot 才可以怎样呢 你的开口 因为它是准值式 所以呢 你跑过来了 才有机会怎样呢 才有机会 直直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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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让侧底才能够有完整的突破 但是它的路 速率又很慢 它浪费掉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 的技术蒸气 因为 不是这个方向行动的 全部都有扣定在哪里 扣定在这些 搭板上面 遮板上面 简直在这边 好 好 以上是金属化的部分 好 我们下次再来介绍 下次应该就介绍化学机械眼磨了吧 好 好 好 我们这礼拜的金属化 部分就上到这边 好 那我们下礼拜也停课一次 下礼拜出国要停课一次 好 好 我们下 下礼拜就直接进入到化学机械眼磨 好 我们这边上这边 下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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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礼拜